任購月餅 雙重愛心戰 雙重愛心拋磚引玉 中秋節快到了 在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號召下 包括聯合慈揮以及鳳凰三個獅子會 和洪生意以及洪鶴土木包工業兩家公司 共同以十一萬兩千多元 任購基隆市聾亞福利協進會 手工製作的四百盒中秋月餅 在轉贈給社會處發送給弱勢家庭 今天非常感謝聯合獅子會 慈揮獅子會以及鳳凰獅子會 還有洪醫生洪鶴公司 在這個中秋佳節的時候 購買了我們社福團體 農亞福利協進會的月餅 來贈送給我們弱勢家庭 這一份社會愛心的力量 聯合的力量能夠讓愛 讓社會更溫暖更溫馨 非常的感謝 市政府社會處特地辦理感恩活動 由基隆市聾亞福利協進會 和社會處頒贈感謝狀 感謝大家 由聯合獅子會長鄭建民 慈揮獅子會長尼富美 以及鳳凰獅子會長吳美英 和洪生意及洪鶴土木包工業 兩家公司代表姜炳衛 分別代表收下 鳳凰獅友的市議員和書評參與 也見證民間團體和企業滿滿的愛心 中秋節要到了 然後我們鳳凰獅子會 也響應認購月餅的活動 我們鳳凰獅子會認購了一萬元 那鳳凰獅子會跟其他的公益團體 我們共同認購了四百盒 募得的金額十一萬兩千餘元 所以說在這裡呢 在中秋節的前夕 除了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以外 也感謝各界的愛心 社會處也呼籲社會各界 可以選購本市其他弱勢團體的手工產品 作為中秋賀禮 將愛心化為實際幫助做公益 讓中秋節更有意義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